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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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 《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季有我许珊祝大家身体健康 龙马精神今年农年行好运 另外还有我们的义德台仰 大家好 恭喜法材 请记得把订阅我们的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我们今次回来说说和过年有关的事情 看到有不少自称流亡,或者移居,或者去了台湾的皇友 挺有趣的,他们在台湾过新年另一番感受和我都挺不同的 是吗?为什么? 例如看到那些瘋佔中三子之一的陈建文,他们很搞笑 哎呀,过年的就过年了,或者买一些糖果,烧炮掌,拜神 通常台湾会买年菜,过年吃的年菜,有些像佛跳墙 或者有些送菜,急凍了,回来溶掉就可以自己吃 那些都挺好吃的,吃一下这些就算了 这个瘋佔陈建文做什么事呢? 这些人之前他还没拿到台湾的身份证的时候 因为他都害怕会被人踢回香港的,对不对? 就是啊 现在拿到身份证就变成了开龙鳌了 这些人讲到底都是容许我过年骂他,帮他开年 就是战梨来的,他挺有趣的 他就这样在那里骂,他说新年有什么愿望啊? 哦,他说期望就是希望大家一起等候公义的来临 公义?那什么事啊?无端的公义什么意思啊? 他说,你说这些说话就很认真了 香港人过去一年就很不开心,所以就要等公义回来 可能你问,那有什么不开心啊? 他一方面就看到容官治港,又无冷,仍然都是这么高傲啊 容官说什么啊?什么容官啊?这么高傲啊? 如果他这么不满意的话,又如何呢? 你可以怎样呢?不如你给个官你做吧,那么呢? 你一边就在台湾,又一边在那里哗哭香港朋友就什么不高兴 其实如果看到你这么说,你还更加兴 你说其实容官,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是不是这么高傲呢? 老实说,我们只见到垃圾经费那一班高官 也算是习惯了,把整个垃圾经费押后到8月 算是这样了,是不是? 是啊,会退派的嘛,始终都不是说无商无粮的嘛 有商有粮的官,算不算高傲的官呢? 我很想问一下标准在哪里 起码都经常出来解释,虽然有些解释越说越好笑啊 那些什么地拖棍叫你鞠一半的那些,即是鞠短去咯 还搞笑啊,他说另一方面也见到法庭没有办法彰显这个公义 反而去审讯《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 《47人案》这些,他说这些全部都是义士来的 哎呀,义士啊?不是吧? 这些全部都是犯罪分子来的,以什么事啊? 真是好笑啊,乱说的 倒转来说的,这些坏东西说得好东西也有的 老实说,陈建文呢,你是无案在身的 你看着那些义士,在法庭受审 面对这个牢獄之苦呢? 你最基本都要像那个另一个战人之霸,就是陈日军那些 就走去做法庭的旁听司 其实挺有趣啊 我们看到美斯事件呢 收了钱就不上场踢了 你说真的不舒服的,就出来交代一下,或者一定怎样怎样 是不是?你咬黑面又不说又怎样 态度这么囂张啊,这么不尊重啊,到底是被人骂的啊 我们刚才提到的陈日军呢 他其实收了肥佬黎很多元宝纳烛箱的钱啊 那收开啊,当是私人不收入那样收 那我们照牌面看看,肥佬黎也有时间坐的了 我猜坐到差不多了,陈日军都差不多落地獄了 但是他现在都是收了钱,交足器,有去做旁听司的 就是有出场的,是不是? 有做事的啊 喂,美斯比陈日军更坏了 那就是坏了,人家都几十岁人了,是不是? 是的,黄婆婆的那些,费旗的那些就不知道是否收钱了 那接着还好笑 就是他说有时他会想一下,为什么这个世界就会这样的 好人就被打压,反而坏人,恶人就横行无盗 不过他说他相信事物是有时间的 只不过是当下还没看得透 你这样快点去找一下那些什么朱耀明、朱牧一起去念经啦 对啊,没错 好笑啊,这班人都是 他说那些事物有时间呢 我猜他想说的是圣经 就是传道书里面有一段就很经典 就是万物有时 生有时,死有时,花开有时,花落有时 举起有时,放下有时等等 都知道了,不用说了 那你就看吧 就是你们这些什么所谓的义事的肥佬黎 风光有时,折舵也有时 对吧 我看他什么时候折舵 现在已经很折舵了 我想看你这班人在台湾可以去到多少折舵 如果折舵了,只懂得唱衰香港 其实有些瘋子,好像那个附汤 你移民就移民啦 是不是呢,他在搞那些 应该是投资移民还是什么 他说自己是流亡港人 说什么忙啊 拿着折舵离开的,说话流亡 没有啊,你没有流亡 没有案在香港的 但是为什么经常说自己流亡呢 只不过是希望告诉别人 他还是很黄的 有什么事,有生意找他 想移民台湾就找他 他也是这样 或者来到台湾就找他,帮衬一下他 不是移民,就是来到旅行的时候 不过也是的,这里要说真的 台湾那些黄店的港式茶餐厅 真是幸好得到这些黄丝过去吃 他们有些差点摺的了 差点摺,还可以维持得很厉害 是啊,有些直接说去到要拜会一下这些离散港人 要过去喝奶茶,试一下那些通芯粉 就是什么火腿通那些 就像不像样子,什么煎蛋那些 就好不好吃还是怎么样的 不过呢,台湾就很少吃这些 就是那种什么,好像拱桥型那些通芯粉 就很少吃这些 哦,是吗 那些什么沙爹偶面都没什么人这样吃的 没有人这样吃的 要不就是吃三文字 就不会说三文字旁边就有一碗粉 要不就是去吃一碗粉 就不会说两人拼买 两人一起吃 对了,是很少的 嗯,正常的,在香港才会这样而已 内地的都没人见到这样吃 除非说到说说是色茶餐厅 会这样吃的 所以这就是一种香港的特色 大家遇到市就会 哦,呸,为什么都不像香港 那我计算了 那些食材又不像,没办法的 这个什么,附汤怎样说呢 他说,我叫大家 有时间多些做运动 保持身心强大 如果累了 就休息一下 不要勉强自己 他们很喜欢说这一句 累就休息一下 抗争就很多年了 还说千万不要忘记 香港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生活之余 都要多些支持民主公义的运动啊 怎么支持啊,大佬 支持你啊 民主公义 你自己又再去怎么支持 你自己懂得说而已 说什么支持 说衰香港就叫做支持 什么民主啊 所谓的什么民主 什么公义 原来就是 只有一样东西 就是唱衰香港 没有了,没有其他了 很搞笑的 他又访问一下 当地那些黄尸 在台港人是怎样呢 有个阿姐就说 希望和平 不要有任何的战争 或者争执 最好就不要有侵略 不要有炸弹飞过来就可以了 不要瘋了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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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有啊 奇怪的 其实就是希望会有战争 但同事又不希望爆发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就是癫癫地 如果是的话 我想衰又远 第一个已经先走了 第一个炸死他 他最害怕就是这些 我不知道 有时候有些人年纪大 就不是很怕面对那些生老病死的 但是衰就零石 蛇鸽还是怎么样 人人不同 这个是他的自由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的话 已经第一时间就叫他走 还有那个癫佬 桑普 就是黄到霸那些什么政治评论员 很搞笑 都说 要抗中反共保台 和自由国家站在一起 无忘香港 拒绝为妄 这些是最可耻的说话 为什么呢 你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说无忘香港 你回香港就可以了 为什么不回香港 现在在香港亡过 亡了吗 没有死亡啊 香港 傻的吗 所以其实你说 台湾的倒门 是不是 个个都说 什么抗中反什么的呢 老实说 我生活了差不多有六年了 这个地方 五年多六年了 会理的 我真的不说这些 香港人都是 说来干什么 有什么好说呢 你说 台湾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政论节目 我都看过的 他们喜欢说 因为他们做节目需要 但是一般市民生活上不会拿这些东西来说的 不会说什么抗中保台 不会常常在嘴边的 平时都是饮饮饮饮饮的 因此他们这些节目 你看到好像很偏激 但是其实挺有趣的 其他都选择的 你知道某些台会偏激于向某一方面的 他真的什么抗中 或者拿这些来笑 就有某些台专门说这些 有专门订一些台 就是平衡又有 再专门有一些台 就是说另一些方向也有 其实看你自己是取态的 就是等于这样 有些黄丝 听到我们说这些 就会说我们是蓝丝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喜欢听B的角度 不合听的 就转channel 就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看到这些傻人 就不用管他们这么多了 反而就被本土派 就骂回头 就帮他们开链 就说这么够胆啊 这么够僵啊 就回来一笨 就是一把喉喉 是呀 什么没有自由 自什么油 其实台湾我认为 那个自由度 都挺飘忽的 因为他们是 政府 就不能批评的 之前就有一个 由内地的一个央视的记者 他名叫做黄志安 较早前选举的时候 他就去过台湾出席那些政论节目 就轻轻地批评过民进党 之后他换来什么 换来五年了不能入境台湾 轻轻地批评一下 就不让人入境的 是这么可恶的 他们 所以 你们这些 未有台湾岛的身份证那些 黄丝 小心点 香港流港的本土派 这么憎恨你们 现在他们在发起一个行动 就说要向台湾的移民处 控告这些人 控告这些人 你真是发神经的 好像刚才台湾提到的 这个央视的朋友 就是这样 因为 在说什么呢 如果你不是当地的赌民的话 你没有这个身份 就算你说什么 移民 还是什么 你都是用居留证的形式而已 如果从事这样的政治活动的话 是有机会被踢走的 这些曾志豪在选举的时候 又不关你事 又跑去又不知出来 又叫声哀的那些 这些人就说要拿这些证据 看如何去控告移民处 要把这些人都拢走 真的要 不能放过他们的 因为这些人 试过一次吃水滋味 就越说越偏激 我觉得台湾当局要查一查这些人 可以的话 立即兜走他们 因为不用烦 所以那时候 何韵斯来到台湾的岛内 就出席了某些抗争活动的时候 就被人淋了个头 淋了个头红色 当然了 淋他的头的人都要被捕的 没理由这样淋他的 但是到最后 都是被人骂到他爆的 你本来 入境的时候 你填写是来旅游的 你竟然走来政治活动 被网民也好 什么都好 骂到怕在那里 就是不欢迎你这些人 进来搞事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意思 表面上就好像同情他被人淋到的头 有人会同情他觉得这样的 但是人情还人情 数目要分明 但是你这样的话 麻烦你下次不要来 来这儿搞事 搞了别人社会嘛 没有人喜欢的 这些都是 在香港他自己觉得被打压 他自己觉得而已 那你走到来台湾搞搞阵 别人不喜欢你 就是正常的啦 你以为这是民主自由吗 大家跟你同一阵线吗 是那些极少数的政治极端分子才会这么说 才会支持你 平时一般人 都不认识你们啦 说真的 是啦 好了 那我们这一节来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恭喜发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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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